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感谢主持 感谢知谜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 尼安德特人的消失 史前的谜团 二 远古的回声 寻找失落的兄弟 第二代的秘密 解码人类的古老虚人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尼安德特人的消失 史前的谜团 尼安德特人 史前时代的一群硬汉 他们在冰河时代的欧洲和亚洲地区横行霸道 直到大约400年前 他们就像派对上的啤酒一样突然消失了 这个史前的谜团 谜团 就像是一部没有结局的侦探小说 让科学家们一直摸不着头脑 首先让我们来设想一下尼安德特人的日常生活 想象一下你穿着有野兽皮毛制成的时尚外套 在冰冷的洞穴中和你的尼安德特家人围着篝火 讨论着如何用石头工具猎杀猛马像 听起来是不是很酷 但是生活在那个时代并不容易 尼安德特人不仅要面对恶劣的气候 还有可能遭遇其他竞争者的挑战 比如智人也就是我们的直系祖先 那么尼安德特人究竟是怎么消失的呢 这里有几个流行的理论 一气候变化说 有人认为随着地球气候的变化 尼安德特人无法适应新的环境 导致他们的食物来源减少 最终走向灭绝 可以想象如果你的冰箱里突然没有了食物 情况会变得相当糟糕 二智人竞争说另一种理论认为 智人的到来给尼安德特人带来了直接的竞争 智人可能在社交技巧 狩猎策略和创新工具方面更胜一筹 想站一下 你在办公室里突然多了一个会做所有事情的新同事 而你还在用旧方法打印文件 三 汇却说也有研究表明 尼安德特人并没有完全消失 而是和智人发生了一些浪漫的故事 他们的基因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现代人类的基因库中 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在寒冷的冬天特别能抗冻 也许你可以感谢你的尼安德特总监 四 外星人绑架说好吧 这个理论并不是很科学 但谁不喜欢一个好的外星人故事呢 想象一下 尼安德特人其实是被外星人带走了 现在他们在某个遥远星球上过着高科技的生活 尽管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完全解开尼安德特人消失的谜团 但这个话题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对人类历史和我们自身起源的深刻思考 而且谁知道呢 也许有一天随着科技的发展 我们能够找到更多线索 最终解开这个史前的谜团 在那之前让我们继续享受探索人类历史的乐趣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远古的回生 寻找失落的兄弟 在我们这个充满神秘与探险的世界里 有一个故事始终激发着无数探险家和学者的想象力 那就是寻找人类文明的失落兄弟 想象一下 这就像是在你家的阁楼上发现了一个尘封的箱子 里面可能藏着你从未听说过的家族秘密 或者是那个总是在家族聚会上被遗忘的叔叔的照片 只不过这个阁楼实际上是我们浩瀚的地球 而箱子则是被时间的尘摆覆盖的古代文明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那些被认为是人类文明的摇篮的地方 我不是在谈论你的老家 而是像美索、布达米亚、古埃及、印度和流域和中国这样的地方 这些文明就像是我们人类大家庭的长辈 他们教会了我们如何种植作物、建造城市 甚至是如何用文字记录我们的故事 但是就像任何一个大家庭一样 总有那么几个成员是神秘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 比如说亚特兰蒂斯 这个据说位于大西洋中的岛屿文明 是由古希腊哲学家伯拉图首次提出的 根据他的描述 亚特兰蒂斯是一个超越当时所有文明的国家 但最终因为自身的贪婪和腐败而沉入海底 尽管至今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亚特兰蒂斯的存在 但这并没有阻止无数探险家和学者对他的追寻 想象一下 如果某天我们真的找到了亚特兰蒂斯 那将是多么惊人的发现 我们可能会发现一种全新的能源 或者是一种能让手机电池续航一个月的神奇技术 再来看看玛雅文明并不是失落的文明 但他们留下的一些谜团却像是在挑战我们的智慧 比如他们的长技术历法在2012年突然结束 这让不少人猜测这是否意味着世界末日 当然我们都知道世界并没有在2012年结束 但这个谜团却激发了人们对玛雅文明更深入的探索 谁知道呢 也许玛雅人只是在告诉我们到了2012年 是时候换了新日历了 在寻找失落文明的过程中 我们不仅仅是在寻找那些被时间遗忘的城市或文化 更是在寻找人类共同的过去和未来的可能性 每一次发现无论是一个小小的陶片 还是一座巨大的金字塔 都像是远古的回声 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那些曾经塑造我们的人和事 所以下次当你在家里的阁楼上发现了那个尘封的箱子 不妨大胆的打开它 也许你会发现的不仅仅是一些旧照片或信件 而是通往另一个未知世界的钥匙 毕竟谁不喜欢一个好的探险故事呢 谢谢小留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Diana的秘密 兼马人类的古老序园 好的 让我们一起探索Diana的奥秘 这个隐藏在我们每个细胞中的微小螺旋 不仅承载着我们的遗传信息 还像是一本古老的家谱 记录着人类历史的点点滴滴 首先想象一下 如果你的Diana是一本书 那么这本书将是地球上最畅销的小说 因为它拥有超过31个字符的故事情节 这些字符严格按照ATCG级线飘铃 胸弦密钉 包密钉 鸟飘铃的排列组合编写 这本书不仅详细记录了你的身高 眼睛颜色的课征 甚至还暗示了你对某些疾病的易感性 简而言之 这是一本关于你的个人定制小说 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版本 现在让我们回到过去 大约六万年前 当我们的祖先从非洲大陆踏上旅程 开始向世界各地扩散 他们的Diana也随之开始了一段漫长的旅行 通过现代基因测序技术 科学家可以追踪这些古老的足迹 即使人类是如何从非洲走向世界各地的 这就像是一场穿越时空的追踪 让我们得以窥见古代人类的迁徙和混血历史 有趣的是Diana的研究还揭示了一些出乎意料的家族关系 比如你可能和某位蒙古帝国的将军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或者你的祖先可能是那些在维京时代乘风破浪的勇士 这些故事不仅让我们对自己的身世充满好奇 也让我们对人类历史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但Diana的秘密不止于此 科学家还发现我们的Diana中包含着一些非人类的成分 是的 你没听错 我们的基因中有大约1%到2%来自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 这两个与现代人类并行的古老人种 这意味着在远古时期 我们的祖先与这些古人种不仅相遇了 而且还发生了七阴交流 这段古老的鲁曼史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 人类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最后让我们可以通过Diana来探索人类的过去 但它也为我们的未来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从医学研究到个人健康 从解决历史谜团到保护宾微物种 Diana技术的应用正以我们难以想象的速度扩展 所以下次当你看到自己的倒影时 不妨想一想一想 你不仅仅是你自己 你还是一个携带着古老血缘秘密 走在探索未知旅程上的冒险者 而你的Diana就是那把能够解锁 过去和未来之门的神奇钥匙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史前的谜团 《寻找失落的文明》 今天把人类的古老血缘 Diana实现为尼安德特人的消失 寻找失落文明Diana的奥秘 这些话题给我们带来了 无尽的好奇和想象力 虽然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完全解开这些谜团 但这正是科学的魅力所在 关于尼安德特人的消失 我们提到了几种理论 包括气候变化之人竞争 混血和外星人竞争 混血和外星人绑架 虽然没有确凿的答案 但这个谜团让我们思考人类 适应环境的能力和竞争的力量 在寻找失落文明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了许多令人兴奋的发现和谜团 比如亚特兰蒂斯和玛雅文明 这些故事让我们对人类历史和文明的多样性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并激发了我们对未知的好奇心 最后我们解开了DNA的秘密 它不仅记录了我们的遗传信息 还揭示了人类的迁徙和混血历史 我们还发现了与古人种的基因交流 这让我们能重新思考人类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所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对卡文德朋友们 你对尼安德特人的想法 你对尼安德特人的消失 失落文明和DNA的奥秘有什么看法 请在评论区和我分享 让我们一起探索人类类的古老迷团吧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载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了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